女生们 先生们 上午好 欢迎大家出席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 今天我们举行推动高重量发展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的第十二场 非常高兴邀请到黑龙江省委副书记 省长梁慧玲女士 请她为大家介绍 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堆中的战略定位 奋力开创黑龙江高质量发展 可持续振兴新局面的情况 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 与梁省长一起出席今天发布会的还有 黑龙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绍波先生 副省长于健先生 副省长徐向国先生 下面我们先请梁慧玲女士介绍情况 各位媒体朋友 女士们先生们 首先我代表黑龙江省委省政府 向大家长期以来 基于我省的大力支持帮助 表示衷心的感谢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 黑龙江振兴发展 新居龙江人民 去年九月 在东北振兴战略 实施二十周年之际 再次清零龙江市场 发表重要讲话 做出重要指示 我们牢聚嘱托 感恩奋进 牢牢把握在国家大局中 战略定位 紧紧扭住 高质量发展 这一首要任务 建好建墙 三基地 一屏障 一高地 这就是 国家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 重型装备生产制造基地 重要能源和原材料基地 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向北开放 新高地 切实维护 国家国防安全 粮食安全 生态安全 能源安全 产业安全 高质量发展 迈出坚实步伐 农江大地 呈现生机勃勃 一是坚持以科技创新 引领产业 全面振兴 黑龙江科教资源丰富 有78所高校 120个独立院科院院所 我们发挥科技创新的 增量器作用 坚强用好国家级创新平台 多项重大技术成果 应用于载人航天 等国家战略任务 哈工大 牵头建设的 我国航天领域 首个大科学装置 投入使用 我们推进 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 推动 大规模设备更新 加快高端化 智能化 立社化改造 大清油田 全力当好 标杆起字 建设百年油田 累计生产原油 25.3亿吨 占全国 路上原油产量 36% 路上燕燕油 勘探开发 取得重大突破 我们大力发展 战略性 新型产业 和未来产业 打造航空航天 高端装备 等产业局 加快发展 新制生产力 一批 新时代国之重器 彰显中国力量 中国一众 加轻反应器 刷新 世界纪录 哈电集团 自主研制 百合滩水电站 百万千瓦 水能发电机组 单机容量 全球最大 二十 坚决当好 国家粮食安全 压长死 黑龙江 地处世界 三大黑土代之音 耕地面积 2.58亿亩 位居全国第一 我们坚持 多种粮 中好粮 深入实施 千万吨粮食 增产计划 主攻大面积 提升粮食单产 提高粮食 综合生产能力 近年 粮食产量为 1557.6亿斤 占全国 11.2% 总产量 商品量 调出量 均居 全国首位 我们以发展 现代化大农业 为主攻方向 统筹发展 科技农业 绿色农业 质量农业 品牌农业 建设 现代农业 大基地 大企业 大产业 高标准农田 和绿色有机食品 认证面积 农作物 综合 机械化绿 为全国第一 三四 着力打造 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冰天雪地 也是金山银山 实践地 我省有 大森林 大草原 大师弟 大湖泊 大借江 大冰雪 是祖国北方 生态 安全屏障 我们 牢固树立 增率就是 增优势 互利 就是 互财富的 理念 守青山 护绿水 走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之路 去年 空气质量 优廉天速 比例 百分之 九十四点二 合乎长 自工作 连续 试炼 获得 国务院 激励 绿色 成为 高质量发展 量力底色 我们大力发展 特色文化旅游 高标准筹办 第九届亚东会 打造 冰雪经济 新的增长点 黑龙江 冰雪旅游 火爆出圈 四次加快 构建我国 向北开放 新高地 黑龙江 是共建一带一路 重要节点 有27个国家 一类口岸 我们加强 开放通道建设 此需提升 口岸效能 铜江铁路大桥 和黑河公路大桥 常态化运营 哈尔滨机场 国际航空疏流功能 全面提升 我们 创新发展 自贸区 试验区 哈尔滨新区 等开放平台 积极拓展 多元化 国际市场 构建 全方位 对外开放格局 去年 全省外贸 进出总额 增长12.3% 我们持续 优化 营商环境 为企业发展 提供 全链条 政策支持 全生命周期服务 做到 有事上门 无事不扰 马上就办 办就办好 去年 全省 新登记企业 增长 14% 全国工商联 万家民营企业 凭营商环境 报告显示 我省 是进步 最明显的 五个省份之一 无事用心用情 增进民生福祉 去年 我们有效应对 局地 洪脑灾害 加厉推进 灾后 恢复重建 较短时间内 恢复灾区 生产生活秩序 受灾群众 住上了 暖屋子 安全房 我们开展 访民问暖行动 推行 智慧供暖 新增 供热能力 汇集群众 39万余户 全力保障群众 温暖过冬 我们着力 稳就业 高校毕业生 留审就业人数 为近五年 最好水平 澎湖区 老旧小区 农村微房改造 汇集群众 近百万人 今年一季度 城乡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速 为居全国前列 我先介绍这些情况 我和我的同事们 非常愿意回答 各位的提问 谢谢大家 谢谢梁省长 下面欢迎大家提问 提问前请通报一下 所在的新闻机构 中间第二排这位男士 谢谢主持人 总台央视记者提问 那我们注意到 各地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这个过程当中 都提出要加快发展 新制生产力 那么请问黑龙江 将采取哪些措施 因地制宜的来发展 新制生产力 谢谢 你提的这个问题 非常重要 下面由我来回答 我们专门制定出台了 加快形成 新制生产力 行动方案 重点从三个方面发力 打造发展新制生产力 实践地 一是抓住科技创新 这个动力源 去年 我们出台 创新发展60条 科技创新 引领产业 振兴若干措施等 成立 哈工大 先进技术研究院 人工智能研究院 等科技成果 转化平台 全省转化 重大科技成果 589项 高新技术企业 增长22.9% 我们将 用好 哈大琪 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 等国家级 科技创新平台载体 强化 重大科技攻关 培育 战略科技力量 在智能机器人 生命科学 录像液染油 等领域 攻克一批 原创性 颠覆性技术 我们将 坚持 企业出体 科研解体 市场 跃建 完善 以企业 为主体的 产学院用 创新 协同机制 打造 还大学 大院 大所 创新创业 生态圈 培育引进一批 高新技术企业 加快科技成果 就地转化 壮大发展 行动 二是把握 因地制宜 这个关键 我们坚持 从自身 资源 禀赋 产业基础 科研条件 出发 围绕 构建 具有 农疆特色 优势的 现代化 产业体系 因地制宜 发展 薪资生产力 一方面 让老术 发薪资 开展 前期即改行动 抓好 制造业 数字化转型 中小型 企业 数字化 富冷 等重点工作 加快 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 一季度 即改投资 增速 达到 43.9% 一方面 打造 振兴发展 新引擎 实施 战略性 新型产业 倍增计划 和 未来产业 浮化 加速计划 大力发展 战略性 新型产业 和前展布局 未来产业 一季度 高端装备 航天 航空 电子信息 等产业产值 均实现 两位数增长 三次集合人才 这个第一要素 我们着力完善 人才工作机制 为发展 薪资生产力 提供 动力资源 此需 释放 政策效应 以 人才振兴 六四条 为迁度 陆续出台 系列配套文件 潜力破除 人才 培养 引进 使用 等 机制障碍 在不到两年时间 全省 人才资源总量 增加 二十六万 余人 高效 高级 职层人才 由 进流出 转为 进流入 此需激发 人才 创新活力 围绕 薪酬分配 成果转化等 推进人才 体制机制改革 用好 科研经费 负面清单 等制度 加快 把人才第一资源 转化为 创新动力 第一动力 谢谢 继续提问 中间第一排 这位女士 谢谢主持人 南方都市报记者提问 我们注意到 2022年 黑龙江出台了 新时代龙江人才 振兴六十条 请问这些政策的出台 为龙江吸引 和留住人才 带来了哪些变化 下一步还将采取 哪些举措来夯实 高这样发展的人才基础 谢谢 谢谢你对 这方面工作的关注 这个问题 我们请 副省长 陈绍波 来回答 感谢你 对黑龙江人才 振兴的 关注和支持 黑龙江要振兴 人才是关键 因此我们始终坚持 人才是第一资源 就是出台了 一系列 实实在在的举措 第一条举措 就是要大力实施 积极有效的人才 振兴政策 刚才你也提到了 我们是专门制定出台了 新时代人才整形的60条 和系列的配套政策 就这些政策的突出特点 就是积极 开放 含金量高 效果明显 刚才我们省长也介绍了 就是我们的人才 总量规模 现在在不断地扩大 引进高端人才 是由进流出 转为进流入 另外去年 我们这个高校 高级支撑 高级的这种 专业人才 这个数量 也是在不断地扩大 另外就是我们 高校毕业生 留省和来省的 这个就业人数 均创近五年 最好水平 就是人才 急追悔入这个态势 这个是在 持续的向好 第二项举措就是 权力地打造 人精奇才的 发展平台 大家都知道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 这个机器人专业 这个非常强 我们就充分发挥 这一品牌专业的优势 整合各种资源和要素 来全力支持 哈工达 这个机器人专业 科研成果加快转化 就这个成果 也比较明显 我们有两个企业 这个博士股份公司的 它是如今操作的 机器人 等关键技术 实行了突破 另外我们的 施泽瑞公司 它的手术机器人 实行了国产化的生产 这个都是很不容易 通过这些产业和平台 现在就是吸引和 集聚了 大批的 这个机器人专业的人才 和相关专业的人才 我们将 矜持不懈地 把这个事业流人 平台流人 这项工作 把它做生做实 做得更好 第三点想举措 就是强力实施 重点人才工程 我们是真心诚意 增进百业的支持 人才发展 省财政 设立这个专项资金 来大力实施 投影人才支持计划 积极的引进 具备科研组织 领导才能 在行业领域里面 具有广泛影响力的 这种战略科技人才 并且在这个技术路线 团队的引财 用人单位人员 兵制总量等方面 是给予更大的自主权 同时我们大力实施 卓越工程师培养工程 扎实地推进 技能农江行动 持续地开展 黑农江 人才周等活动 加快构建 覆盖 所有重点领域行业的 人才工程项目的 支持体系 去年我们这个 高级的人才的 数量已经达到了 82.5万人 这个占 整个技能人才的比重 达到了31.7% 第四项工程就是 我们是合力地原造 农江爱财 近月云来的 良好生态 我们不断地完善 系统化 人才服务的保障机制 分类地开展 高层次的人才认定 然后实行 农江 会采卡 这个制度 就是要为这些 高层次的人才 提供 子女教育 体检 就医 还有交通出行 等七个方面 有24项的 专属服务 就是要解除 他们的后果之忧 同时呢 我们也高度重视 职业近的人才 还有乡土人才 等各类人才的 发现 培养和使用 就是要让 实财 爱财 敬财 用财 在农江大地 未然成风 也借这个机会 曾要各方英才 加盟农江 建设农江 发展农江 与农江相互成就 共创未来 谢谢 请继续提问 这边第二排 这位男士 谢谢主持人 新华社记者提问 提到黑龙江 人们就会想到 大小新安岭 还有松花江 无数里江 等一些大江大河 应该说 黑龙江的生态资源 非常的丰富 那么请问 这些年 黑龙江的生态 环境保护情况 如何 谢谢 谢谢你对 这方面的工作的关注 这个问题 我们请 于建副省长回答 确如你所说 黑龙江地处祖国 最北最东 浮原辽阔 山川秀美 生态优美 四季分明 我们始终坚持 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坚决助老祖国 北方 生态安全屏障 我们在实际工作中 突出了 三个方面的导向 一个是把生态资源 作为最牢固的 发展基础 坚持山水林田 浮草沙 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着力增强 生态系统的 多样性 稳定性 持续性 我们省的森林面积是 20.12万平方公里 实地面积是 5.14万平方公里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有46个 均居全国的潜力 我们把生态环境 作为最普惠的 民生福祉 突出打好 南天 避水 净土 三大保卫战 污染防治攻坚 近期年的考核 都连续 在全国是优秀行列 生态环境的质量 持续改善 2023年 刚才我们省长讲到了 我们优量天数的比率 高于全国平均值 是7.4个百分点 我们的PM2.5的浓度 优于全国平均值 4.5微克 现在就看 黑龙江的蓝天 白云 越来越多 绿水青山 越来越美 群众的生态幸福感 越来越强 我们把生态价值 作为这持久的竞争优势 在保护的前提下 大力发展生态旅游 临下经济 生态康养 森林食品 推动生态 产品的价值转换 不断把生态优势 转化为价值优势 下一步 我们将进一步统筹 生态 生产 生活三大布局 全力以赴的推进 绿色龙江建设 着力维护国家的生态安全 努力为美丽中国建设 做出积极的贡献 我们将全力维护 绿色生态 深入推进污染防止攻坚 及时解决群众 身边的环境污染问题 持续提升 生态环境的质量 让黑龙江的天更南 山更绿 水更清澈 空气更清新 我们将大力推动 绿色发展 协同推进 降碳减污 扩虑增长 建立健全 绿色低碳的 循环经济体系 全面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 绿色转型 我们将着力打造 绿色家园 推动绿色出行 节水节电 光盘行动的 绿色生活方式 引导低碳 绿色消费 完善节能环保设施 努力建设 生态环境优美 绿色经济发达 生产生活低碳的 现代化黑龙江 谢谢 好 请继续提问 中间第三排 这位男士 谢谢发言人 新黄河客户端记者提问 黑龙江地处世界 三大黑土代之一 还有著名的北大荒 是农业大省 产粮大省 那么请问 黑龙江 如何为端稳端牢 中国饭碗 做出新的贡献 当好国家的 粮食安全的压仓石 谢谢 谢谢您的提问 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 我们将重点抓好 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提高粮食 综合生产能力 深入实施 千万吨粮食 增产计划 以粮田 粮种 粮基 粮法 粮字 五粮深度融合 为抓手 系统集成 政策 工程 农业措施 稳定粮食 播种面积 主攻 大面积 提升 单产 到2026年 全省粮食 综合生产能力 达到 1800亿斤 而是加强 黑土地 保护利用 黑土地 是耕地中的 大小猫 我们坚持 加减 乘除 并举 加大 黑土地 保护力度 确保 面积 不减少 质量 有提升 加 就是加强 工程措施 优先 把黑土地 建成高标准农田 减 就是减少 化肥 农药 适用量 通过 节感还田 和有机肥 生物 自制替代 提升 土壤 有机子含量 成 就是突出技术赋能 依托生物技术 素质技术 提高黑土地 管护利用水平 除 就是改变 落后生产方式 大面积推广 保护性耕作 从严查处 滥占 破坏耕地行为 实现黑土地 永续利用 三十 为农业查上 科技自拔 我们把发展 农业科技 放在更加突出位置 农业科技进步 贡献率 位于全国前列 大力实施 总业 振兴行动 建好国家 大豆 两种繁益基地 耿道自主基地 做强做大 总业芯片 建设国家 大型 大马力 高端智能农机装备 先导区 加快农业机械 更新换代 率先实现 农业物质装备 现代化 以智慧农场 技术和系统 全国重点实验室 做支撑 拓展规模化 智慧农业 应用场景 到2025年 建成20个 万亩级 无人化 智慧农场 自私打造 建行 大十五官先行地 发挥 地处世界 黄金畜牧带优势 大力发展 现代畜牧业 建好 全国 最大的 高端婴幼儿 奶粉 生产基地 打造 国家 重要的 肉蛋奶 战略保障基地 发挥 零下资源优势 较想 松子 黑木耳 蓝电果 等 酒增 四八品 打造 生态 森林食品 供应地 发挥 合乎水面 优势 扩大 三花五螺 十八子 等 明游鱼类 供应规模 打造 优质 冷水鱼 供应基地 谢谢您的提问 好 请继续提问 好 左边 第一排 这位女士 谢谢 发言人 21世纪经济报道 记者提问 黑龙江 作为 农业大省 一居一业 和美乡村建设 事关关系者 农民的 幸福感和 获得感 请问黑龙江省 在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 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 方面 采取了 哪些举措 有什么成效 谢谢 谢谢你对 这方面工作的关注 这个问题 我们请副省长 许向国回答 谢谢 这位记者朋友的提问 这几年呢 我们结合 黑龙江的实习情况 充分地尊重 人民群众的意愿 大大师实际 推进了我们 乡村全面振兴 这项工作 具体采取了 以下几个方面 主要的措施 一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通过 到浙江学习考察 举办这个专题研讨班 同时呢 我们还召开一系列的 现场推进会议 让我们的各级干部 通过学习实践 转化成实际的工作效能 因地质疑 区分地类的 推进了我们的乡村规划 建设了生态良好型 古村保护型 优美宜居型 等五类的 每级宜居的村庄 第二方面呢 我们实施了 环境整治五年行动 推进了生活污水的处理 生活垃圾的处理 村容村贸的提升 等一些工作 创新开展民居建设 我们全城 95%以上的村庄 实现了干净 整洁和有序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实施了 百村精品 千村示范 万村创建这样一个行动 培育特色产业 完善公共服务 带动了全省 9829个村和厂 整体创建 一体提升 第四个方面 就是我们颁布了 黑龙江省 乡村振兴促进条例 制定并实施了 乡村全面振兴的 实施意见 建立健全了 城乡一体管户 群众参与共建 工作考评基地等一系列的措施 刚才您问到了 乡村振兴的一些具体成效 我想呢 可以用三个字 来向您和大家做一个介绍 第一个字 就是美 这个美就是村荣美 我们从省级层面 全省重点打造了 100个精品村 市级层面的 我们重点打造了 1000个示范村 推动了全省一聚业和美乡村的整体推进 目前呢 我们全省54个中国美丽的休闲乡村 和87个龙江民居的试点 已经串筑成练 构筑了乡村亮丽的新风景 就像啊 我们网上很多网友评论的那样 这儿的农村生活很治愈 很向往 第二个字呢 就是河 这个河就是湘峰河 我们这儿的农村是宁静的 民风是淳朴的 就像歌词中写的那样 邻里乡亲挺和睦 老少爷们更和群 这个在这里呢 你能深深地看到和感受到到 村民之间这种互帮互助 亲如一家 你也能感受到他们对客人的那种真心实意和豪爽热情 目前呢我们全省728个全国的乡村治理示范乡镇 5212个示范的村实现了连点待面 第三个字就是乐 那就是农民乐 过去啊 人们在茫茫的荒原里开拓的时候 大马架子 筑地印子 通过辛勤的劳动 把茫茫的荒原 北大荒 建成了现在富饶的北大仓 现在呢 农民依托这种生态优势和冰雪资源 积极地融入到农工文化的展示 休闲采摘的游乐 森林康养度假这些新产业和新业态之中 他们创业有沃土 就业有岗位 收入多了 腰包股了 富在黑土地 乐在大洋巴 我就介绍这些 谢谢 请继续提问 中间第二排这位男士 谢谢主持人 我是红星新闻记者 我们看到这两年到黑龙江投资新业的企业不断增多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营商环境的变化 请问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 黑龙江做了哪些工作 还将采取哪些措施 谢谢 谢谢你对这方面工作的关注 这个问题我们请于建副省长回答 谢谢你的提问 大家都知道 前不久啊 哈尔滨冰雪旅游火爆出圈 政府部门靠前服务 商家涅腹 重心手落 广大市民热情迎客 开启了黑龙江的宠客模式 得到了广泛的点赞和考评 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省云山环境 持续改善的成效 刚才我们省长已经讲到了 去年我们新登记的市场主体增长了14% 新签约的招商项目也同比增长了13.8% 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增长了68.5%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突出抓了四项工作 一个是笔雪赶超 增创一流 我们对标先进地区 举全省致力 持续开展优化云山环境专项行动 通过月调度 既通报 半年讲评 全年考核 各地各部门 增先创优 形成了层层都抓云山环境 人人都抓云山环境的浓厚氛围和强大火力 而是我们真心实意 用情用力 问虚于气 问效于气 开通服务企业的快速通道和解决问题的绿色通道 全省有3万名干部 包联55 52.2万副企业 解决实际问题 1.78万个 全面推行包容审称监管执法 为经营主体 留住 容错 试错的空间 累计办理包容审称案件有31万余件 彰显了执法的温度 出台系列汇气政策 利用全省市APP 精准推送 实现政策免生吉祥 直达快响 第三是我们马上就办 办就办好 以后数字政府建设 优化政务服务模式 同步推进多项 高销办成一件事 在全国率先完成退休一件事 集中公关和创新示范 退休办理 有过去有30个工作日 现在只用10分钟就可以办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跨越 推出设计公安 民政 人事 医保交通等有关方面的便民应用 500余项 大大的缩短了办事环节和实现 第四是我们手心建设 有求逼应 健全完善诚信履业机制 持续开展新冠 不理旧账的专项整治 全面清理拖欠民运企业的账款 对损害政府诚信的行为 一律说不 严肃查处 充分发挥12345 便民热线总科副的作用 群众市场主体有需求 我们政府各相关部门 第一时间回应解决 使经营主体和群众的吉兰筹判四项 四四都有回应 渐渐都有着漏 我们深知 云商环境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我们将进一步打造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的云商环境 含养投资新业的热土 激发经营主体合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 可持续振兴 真要全国的商家 到黑龙江投资新业 我们相信 通过我们的努力 黑龙江的云商环境 还会越来越好 谢谢 好 请继续提问 中间第四排这位女士 谢谢主持人 杨贡我记者提问 刚刚也提到 今年春节前后 耳濱火爆出圈 黑龙江冰雪旅游 成为现象级的顶流 那么请问黑龙江 下一步将如何延续 冰雪旅游的热度 进一步扩大冰雪旅游的 溢出效应 谢谢 感谢你的提问 接下来 我们将 在不断丰富产品 强化服务上 下更大功夫 让到黑龙江 广大游客开心 舒心安心 一是打造冰雪经济 新的增长点 提挡升级 冰雪大世界 雅布利 雪乡 等重点景区 今年 冰雪大世界 储兵量 已经超过了 20万立方 是去年规模的 近三倍 这个冬天 如果大家 再来哈尔滨 将会看到 规模更大 更有文化感 更具国际范儿的 冰雪王国 高质量筹办 第九届 雅东会 高标准建设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 冰雪体育 示范区 打造 冰雪体育 赛事 人才 产业 文化 合作 五大中心 推动 冰刀 滑雪板 锁刀 等冰雪装备 创新发展 打造 黑河 磨河 全球最大的 新能源 寒地 试测基地 加快冰雪运动 冰雪文化 冰雪装备 冰雪旅游 全产业链发展 建设 冰雪经济高地 将冷资源 变成热经济 二是 高质量发展 权益 全季旅游 我们充分发挥 世纪 风景各异 地理 地貌丰富的优势 全力打造 森林游 湿地游 借江游 边境游 等特色项目 加快培育 露营自驾 礼牌烟雪 生态康阳 等新的旅游业态 努力实现 特色文理产业 从一地一地 向全意全剧转变 加强旅游基础设施 配套建设 打造全省 新级民宿 构建 快进漫游的 旅游交通体系 加快 智慧旅游 普及推广 全面提升游客满意度 此需规范 旅游市场秩序 用好先行赔付 做到投诉处理 不过夜 切实保护 广大游客权益 三次拓展 放大 一出效益 推动旅游 与文化 体育 康雅 餐饮 装备 等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 让黑龙江的 历史文化 音乐演绎 特色美食 体育赛事 为网大游客 带来新体验 让地产的 旅游装备 饱览衣帽 绿色食品 特色文创产品 为全国消费者 带来新选择 推广应用 冰雪旅游的好做法 好模式 着力打造 一流营商环境 吸引更多企业 到黑龙江 投资发展 发扬 在冰雪旅游中 锤炼的好作风 扎实 扎扎实实 踏踏实实 求真务实 确实增强 干部 服务群众 服务发展的 能力本领 谢谢 好 请继续提问 好 左边第二排这位女士 您好 中国日报记者提问 黑龙江省 位于北纬 43度到53度 处于黄金玉米袋 和黄金畜牧袋 我们注意到近年来 黑龙江精心打造 黑土优品和 九真十八品 等特色品牌 请问目前效果如何 下一步将如何利用 自然屏服 进一步推动 农产品加工业 高质量发展 谢谢 谢谢你对这方面工作的关注 这个问题 我们请许向国副省长回答 好 谢谢这位介绍朋友的提问 黑土优品和九真十八品 这两个品牌呢 既是我们黑龙江农产品的 区域特色 也是我们黑龙江农产品的 一个绿色标签 目前呢 我们全国共有63个城市 221家线下的门店 都在销售黑土优品 和九真十八品的产品 2023年以来 线上线下的销售额 达到了73亿元 伴随着去年的 尔滨的火爆出圈 我们的小筋炖蘑菇 铁锅炖大鹅 蔓越莓 野生蓝莓 木耳真子 猴头菇等等这些 也都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 关于如何进一步推动 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方面 我们主要就是聚焦 梁头施委和农头工委 达达实实的要推进好 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 重点呢 我们要做好四件事 第一件事 我们就是要真心的培育 经营主体 我们要充分发挥好 我们这个北大方中肯集团 国有企业 和我们飞鹤乳业等领军企业的 示范带动作用 把我们的园区的平台和载体 渐强渐大 同时呢 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培育 一批发展速度快 创新能力强 产品质量优 经济效益好的中小企业 形成了大的企业 顶天地地 小的企业 铺天盖地这样一个发展格局 第二点呢 我们就是要精心做长加工链条 刚才我们省长跟大家介绍了 我们黑土地保护的情况 黑龙江呢 有黑这个绿色有机食品认证面积 9459万亩 这也是我们发展绿色农业的最大的底气 我们要一手抓原料的标准化生产 一手抓绿色食品的加工 我们要通过提升基础水平 让我们的传统的加工业改造生机 同时呢 我们要通过强化科技创新赋能 让我们的新兴加工业发展壮大 开发市场竞争力强的 高端化 精细化的产品 进一步延长产业的链 做强供应链 提升价值链 第三点措施呢 就是我们要用心地抓好质量安全 我们将严守产品质量的底线 建立硅盘化 制度化 和常态化的一些机制 实行全链条 全缓解 和全生命周期的指令监管 让我们的农产品质量 安全全程可追溯 同时呢 使我们的省级农产品质量 安全的例行监测 对合格率 稳定在98%以上 真正守护消费者 从田间到舌间 从农田到餐桌 这样一个食品安全 第四个呢 就是要全心打造 我们的优质品牌 今年呢 我们无论是开展 一线的城市品牌型的活动 品牌文化的赋能行动 还是我们打造主题餐厅 升级优选超市 以及我们的助农直播平台 我们都会端出最硬的菜 拿出最优的品 让我们更多的人 吃得美味 吃得新鲜 吃得安全 也吃得健康 谢谢 好 下一个问题 好 这边第三排 这位男士 谢谢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记者提问 黑龙江省第13次党来会 提出六个龙江建设 排在首位的是质量龙江 请问黑龙江如何谋划推进 有哪些重点方向 谢谢 谢谢你对这方面工作的关注 这个问题由我们 陈烧波副省长回答 感谢你对质量龙江 建设这个关注和支持 黑龙江省委省政府 明确地提出 要全力打造标准 质量 品牌 信誉 思维一体的质量龙江 我们是 我们是 重点 抓納以下这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就是要 第一就是要坚持 品牌引领 大家要知道 我们这个黑土地和 冰雪旅游是黑龙江的优势 我们在全国率先建立了 黑土地肥沃根层构建 这个地方的标准体系 和冰雪产业标准体系 国家标准委 集中发布了 由我们省主导 兵制的 有11项 冰雪运动的国家标准 去年我们省 新增国家级标准化 市井示范 一共是21个 15项标准 入围全国企业标准 领跑者的这个名单 另外还有8项标准 填补了国际空白 非和乳业 主导兵制 并实施了两项国际团体标准 第二就是 要加强质量管理 我们专门制定了 符合黑龙江实际的 高质量发展 60项指标体系 大力实施 产业质量提升工程 和质量基础设施能力 提升行动 就是要全面的提升 产品工程和符合质量 我们的这个食品 安全工作 已经是连续六年 在国务院实案委 在考核道中 获品A级 去年 还有两项工程 分别获得了 鲁班奖和大跃奖 有两名个人 和两个团队 获得了国家卓越工程师 和卓越工程师团队 第三就是 突出品牌带动 我们大力开展 品牌创建活动 扎实地做好 改造提升 原字号 深度开发 原字号 培育壮大 新字号 这三篇大文章 就是要全力地打造 具有黑龙江 辨识度 美月度的 知名品牌 就这个原字号 给各位记者朋友解释一下 就是原油 原煤 原粮和原木 这个都是黑龙江的优势 现在我们这个中国一众 哈丁集团 大清游艇 北大荒 等老字号品牌企业 办法了新的活力 35家企业 入选中国老字号 同时我们拥有 武藏大米 等国家地理标识产品 有168个 我们将持续地 加强品牌建设 让更多的黑土优品 走上全国老百姓的参作 让农江制造的 更多国之重器 来服务强国建设 第四就是要强化信誉支撑 我们大力完善 社会服务这个信用体系 统筹推进 政务诚信 商务诚信 社会诚信 和司法公信这个建设 比如我们为了有效地解决 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问题 我们全力打造 全国一流的 这个信用 融资的这个信息平台 这个平台 今年3月正式上行以来 仅仅过了就是 一个多月的时间 我们入住的 各类金融机构 现在有129家 发布的这个金融产品 是78项 累计发放的这个贷款 已经到75亿元 今天我们黑龙江 冰巡旅游 火爆出圈 也让大家 真切地感受到了 我们黑龙江人民的 真诚实在 这个城市首信 已经成为 我们黑龙江高阵的发展 这个火热时间当中的 一张亮丽名片 因此这个 陈兴隆江 真诚欢迎大家的到来 谢谢 最后一个问题 左边第二排这位男士 谢谢主持人 中心社稷尔提问 前几天哈尔滨举办了 亚冬会 倒计是300天的主题庆祝活动 我们想了解 哈尔滨将给大家 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亚冬会 谢谢 感谢这位记者朋友 对亚冬会的关注 第九届亚冬会 将于 2025年 2月7日 至14日 在哈尔滨举办 这是据北京 冬奥会后 我国再次举办的 国际综合性 冰雪运动盛会 黑龙江 有着 得天独厚的 冰雪资源 和深厚的 冰雪运动基础 我们将发挥 冰雪体育大胜优势 举全省之力 把本届亚冬会 办成 彰显 亚洲风采 中国气派 农江特色 冰城魅力的 体育文化盛会 一是坚持 简约办赛 哈尔滨 是双亚冬制成 1996年 我们就曾举办 第四案件 第三届亚冬会 具有一定的 场馆基础设施 我们统筹 赛会需求 和赛后利用 科学合理利用 现有的资源 不搞大车大件 两地 酒馆 三十七村 场地场馆 全部都是 利用原有设施 维修改造 二是坚持 绿色办赛 我们把绿色办赛理念 融入亚冬会 全过程 场馆改造 采用环保 建筑材料 和绿色 低碳 建筑技术 做到建材环保 工艺安全 家居绿色 我们把清洁人员 环保产品 和绿色安全食品 广泛用于 社会 衣食住行 各方面 在火炬船地 社会服务 等领域 使用 新能源汽车 所有餐具 经采用 生物 可降解材料 印度园村 技术官员村 新闻媒体村 也将采用 清洁轮员 供援 三次坚持 智慧办赛 我们将 信息技术 智慧服务 生物识别 人工智能 等技术 应用到 训练 赛事管理 安保 等方面 为亚东会 体育赛事 和服务保障 插上 科技赤牌 我们对 赛事场馆 交通疏流 高铁 景区 重要宾馆 进行 全面 网络升级 比如 在场馆内 应用5GA技术 提供 峰值达到 万兆的 下行速度 千兆的 上行速度 为大家提供 更畅快的 网络体验 冰雪同梦 亚洲同心 本届亚东会 吉祥物 是 彬彬 莉莉 两个 可爱的 小东北湖 意义是 哈尔滨 欢迎你 真诚期待 与各界朋友 相聚在 美丽槟城 共享 亚东盛会 谢谢大家 好 感谢梁省长 和各位发布人的介绍 感谢各位记者朋友的参与 今天的发布会就到这里 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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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